整个世界好像牛奶 我好像在牛奶里面 有点可爱吗 厚厚的厚厚 我感觉我不回了 我圣诞节没有去过雪地的遗憾 你的地上超级 很慌 很慌 完全不能走 其实讲真的这三天我都很胖很胖很胖 我现在想没有哭了 我觉得Snowboard很重 我们的鞋子也很重 就跟正常走路分别很大 谢谢Louis和Chloe 好忙哦 我 他忙 Siris负责开锅包 飞海盗Standing的手帕 你想怎样 我不用手帕但是我很想要 我已经冷到没有感觉了 它就是迎面而来的河 啊你看雪在我脸上 好可爱 好可爱 我们就来到这个租车的地方 我赚钱给你看 我们租车的期间是100年系100元 我们第一次在冬庭驾车 所以他会给我们一些小贴室 冬天开车就慢慢驾欣赏了 一个风景 这个常见的问题 他有问题和解决方案 所以我们要拍下来 这个就是我们租的车 然后可以在这几天都用这辆车哦 现在在检查这 这个来到了冰雪世界 整个都是白茫茫的一片 太美了 嗨 我们有这个残雪小工具 就可以烧掉车上了雪 前面有很多 让我来做一点贡献 这两个男人在研究 运车要讲放才放得下 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多个 巨型的运车 他们就好像玩那个Tetris这样子 他们在订阅 要点放好来 还好这个旅程有男人 不然我们会放到家 这边有 这边是几多多 一 二 三 这边有男人 放人放去 还是放不到 就找了入车的人来帮我们放放看 能不能 终于成功了 我们终于成功了 我们全部都心里塞进去了 OK Siris要拍照记录先 来 Thank you Let's go 出发了 OK 好开的我自驾有 Let's go 那我们是在Odoway去 尼西哥 我要驾两个小时的车 Siris开着他最爱的雪哥 在雪地 你要梦想成真了哥 Yeah 这个呢有多 爱是亚女的冬天 你看这个车盖上雪超可爱的 我们现在就随便来到一家店吃东西 因为他们很饿了 我们已经看到雪场了 很多人在滑雪 这个白茫茫的一片 现在我们去看 Siris 看一下就是我装飞天 Oh my god 这个酒店一出来就直接是滑雪的 这个地上超级 很滑 很滑 我们全部都走 我们来参观其他人的房间 我这里是客厅 然后一开门就是看到人家在滑雪 一整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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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这样子看着比较滑雪 OK 现在就来确认我们的酒店 超级漂亮的 给你们看这个地区 哇 我们现在来到了我们的酒店 这边 那是一个好像家里这样子的客厅 我们的客厅看出去是超漂亮的雪景 这里有一个房间 嗯 它是榻榻米那种是吗 没有窗的 然后这里就有一站床 哇 漂亮的厕所 主人房 还有衣缸 漂亮漂亮 好满意 这里是Setsu Niseko 我们就来到酒店走 有这个租雪剧的地方 所以就要来 拼我们的 不 我们现在就要租这个雪鞋啦 发现喔 黄雪有很多步骤要做欸 还蛮好 这里有盗贼 喂 你是不是来我家偷东西的 你这样吗 脱下你的屎腕 这个就是我们的酒店外面啊 先是Niseko 然后现在下着大雪 50%的雪量 我看那个雪就这样子碰在我们身上 眼神都白白的 就会冲进我们眼睛里面 衣服上都是雪 哈哈哈哈 Good morning 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才对进去吃早餐 7点最早的一个 我们来到了这个冰雪世界的餐厅 看一下 总是现在一睡醒欸 周围都是Snow 请看人潮 这早上7点地方 这样光是刚刚开门 就已经这样多人了 每个人有一个目的 就是花雪 所以大家都很有崇敬找行为 吃饭 吃饭咯 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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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一放吃菜 然后这是我的 家人 Roy 他把我们整个行程 然后这是他的老公 Louise 这是我的住宅 Siren 现在已经穿上了滑雪服 然后我们的客是9点 所以我们一定要准时到 教练只是教我们4个小时而已 然后他的客很贵 我们就要好好的上课 学会了就可以开心的滑 真的有不可思议的感觉 我一睡醒就在一个 拜拜的世界里面 现在呢 其实这个Louise 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小镇 然后它的上面呢 就是滑雪的地方 周围都是旅馆 还有餐厅 很像我们之前去Siren 认真嘛 这样子就是一个小小的小镇 哈喽 现在我们就在雪山上上课 上课上的一班 好累哦 踩两个脚踩上去 滑板的那个 不像一样 然后我跟Siren 而且我都在学习啦 大风 哇 希望今天真的可以学会 现在我们滑完雪 就来吃午餐 我的手在抖 完全不能盯着 我的是Tofu Stick 现在是我们滑完雪 之后呢 回去打碎了一番 现在才出来整段就是一个蛋糕了 现在就来到了一点 印度餐厅 还有很多美食在这里 我爱了 爱了 爱了 是咖喱 在冷天吃咖喱 配起司 完美 完美了 吃饱饭了 现在就来到 距离我们三下15分钟的 grocery 特地来逛逛 哈喱 草莓看起来很好吃 有这个Purl White的 还有这个Binky的 超级红色的 全部都是大大粒红红色的 很可爱 有Mine Apple的娃娃 第一次看过欸 它们的水果看起来好像很好吃 早上 今天是Day 3 这里有一个滑雪梯 一世行就是 很美的雪梯 好开心喔 早餐一如既往的人多喔 大家都吃滑雪快梯吗 耶 今天拿了五盐绿色的早餐 还有我一定要吃饭和汤 耶 我们又穿好一身装备了 Let's go 让你要猜 让你要猜 哇 下雪了 你们知道吗 这里的雪 是超级超级绵密的 很软很软很软 好梦幻耶 现在来到Aion 这里有卖很多很美的鲜花 哇 冷天就是有很多漂亮的鲜花 你们看 好美 然后它的超市呢 也是很美喔 很多那些贵贵的草莓 这里都有欸 在这里实现草莓自由 全部大大力的 超大力 耶 这里有这个食物很可爱 Micky Master 然后呢 在这里到处都有我最爱的卵 我已经吃卵 吃到有一点点怕了 而且蛋糕是有点甜的 我就不是很喜欢太甜的蛋糕了 但是很爽 每天都有玉子烧可以吃 哇 日本到处都是可爱梦幻的东西 好可爱 这些都是日本的杯面 对不对 可爱的杯面 它们竟然有 mini size的 so cute 对比给你们看 小小个的很可爱耶 晚上宵夜吃了 我有最饿感 因为两口就吃完了 碗的也是小小个而已 好多可爱的零食 我全部都想try 可是肚子团包根本吃不完 你看还有这些 动漫的 这里的人真的很注重形象耶 你更gross的 更到一半喔 会突然间有一个镜子 给你整理下仪容 耶 这是我们第四天的早餐 太美了吧 而我们今天竟然坐到这个 山的后面 好看好看 哈喽 今天是我第三天滑雪了 耶 这次呢我一个人坐这个椅子 其实这样真的 这三天我都很胖胖胖胖 我现在想要哭了 真的很 嗯 就是 还没有学会的时候真的很可怕 坐这个空空的蓝车 也很可怕 从山滑下来看起来很斜 也很怕 然后 我就一直在 扣服恐惧 我真是 真想要第一次哭 啊 然后现在 呃 Saras就跟教练在后面了 其实我没有教练是不能的 可是我 没有办法指教啊 我还是要自己一个人坐 然后等一下呢 我们就要从这个 伊拉富山自己滑下来了 然后 呃 每一次滑的第一次都很可怕 可是 第二第三次就越来越不可怕了 然后就觉得 其实这种事情都是这样子的 第一第二次肯定是 零到一最难嘛 觉得很怕很恐惧 可是 呃 习惯了做多几次了就不怕了 所以今天 早上起来 我本来是要放弃了 就不要来了啦 在酒店拍照睡觉更好 我这么要来就是 这样多恐惧感 然后身体又很痛 可是 我都来到这里了 一定要克服这个恐惧 我觉得 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情 你知道现场就是 超多人在滑雪的 为什么我就是不能 我一定可以 然后Saras就是不要来 我也是一直鼓励她 我觉得我们来了过后 真的是会觉得比较 心里很有满足感吧 觉得自己真的做到了 好过 懒在酒店 然后这个懒车呢 它偶尔会停停一下 因为 可能有人 呃 坐着CAMBLE CAR的时候 掉下去 因为 你是 呃 呃 好像 乘着这个Snowboard的 我这个Snowboard很重 我们的鞋子也很重 就跟正常走路 分别很大 所以你下那个懒车的时候 其实 还挺可怕的 你要 一瞬间滑过去 你想像一下平时 我们 下普通的懒车 都有一点紧张了 然后现在脚上还 乘着一个这样大支的Snowboard 然后这就是 Hia富山啦 很多人在这里滑雪 真的很漂亮 我们花雪回来啦 三个人呢 在煮着我们现在的午餐 我们吃Sugiyan 来这里的好处呢 就是它有厨房的那些设备 可以给我们自己煮东西吃 因为这里 出去吃太贵了 所以我们可以去附近的买 买来煮 炉好了我们的Sugiyan 哇 火锅 谢谢Louis和Chloe 好忙哦 他妈 Syrus负责开锅包 这里的草莓是Pink Color的 超可爱 我一开始看到这只小狗的时候 我还会是一个雕像 原来是真的狗 他很 他真的很乖巧 他就这样子蹲在路边 他会不会很冷 你看他还穿着整套的衣服 他很乖巧 他就真的这样坐着乖乖的 然后他的脸很像我的Chacha Baby Are you ok? 我很想去抱他 刚刚学了一句日语 要问看他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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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是我们在Hokkaito的第五天 所以我们现在呢 就已经check out了Setsu的Hotel 然后我们on the way去Hotel 然后要在路中间的时候呢 看有什么地方可以拍照 然后现在呢 雪下了很大很大很大 我们刚才从Niseko架了 差不多两个小时的车下来 就到了Otaru我们的酒店 这里哦 很多雪都融化了 变成了水 就看起来涨涨涨涨的 它没有上面那么多雪了 这边就退了很多 不合意识打扰了 现在来到我们在Otaru的房间 Oh my god 超级小间的 它的厕所也很小的 这个是我在日本的噩梦 我真的很害怕小厕所 你看 真的很小 因为我们的行李很大很大 所以这个位置哦 我们是根本没有地方开行李的 你懂吗 要是还ok 就这样就煮一碗吧 哇我们窗外的风景很好看 哇好梦幻耶 这是我今天在Niseko要拍雪的穿搭 还没有给你们介绍 所以它就是一个多巴胺的穿搭 它都是pesta color的 就有这个蓝色的贝蕾帽 鹅黄色的围巾 还有这个粉色的羽绒服 里面就是一件普通的毛衣 还有彩虹裤 这个就是我今天的穿搭 但是我们现在要去小春运河那边了 所以我就会换一套穿搭 博派小春运河那里的 现在呢 就换了一个比较 flash的穿搭 然后basic pouch的背 短裙 还有这个长外套 这个外套呢 是之前在H&M买的 性价比很高 因为价格还ok 然后质量很厚 很厚 我们现在在Ottaru Ottaru其实也是很美啦 就是有一些小小的建筑 还有雪 只是有一些雪都融化了 现在我们就走去小春运河那边 去那边就有很多 咖啡啊 还有食物 还有金色 有卖很多东西 我们现在去看 我来到了什么时代 好罕见哦 有拉车夫耶 你们看一个很可爱的东西 这是一个parking罗对不对 本来是拿来停车的 它直接变成一个大雪地 它消失了 超厚的雪 不知道为什么我的男朋友咯 硬硬要跟这个couple走在一起 然后不要够走在一起 你看你看 你看 很奇怪 这个人 哦终于想起我了 你看 你在一起跟couple走一起blog 诶 这个是小春盒吗 应该不是吧 我上次看好像不是这样的 但是这个盒看过去也很美啊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河乐 这边是旋转寿司 你看地上很可爱哦 那个水龙滑过哦 就是很特别的 我后面一边呢 那边就是白饼热热热的 我反差很大 我们来到了回转寿司 但是寿司台上没有那个寿司的 我要自己预备的 哇 这些都是他们叫的sushi 很多鱼鱼 生鱼等等的 我都不能吃耶 但是呢还好 我的胃口不是很大 所以我吃一点点就饱了 还好在这里 辣椒救了我的命 Seres先了这个 upgrade的辣椒给我 还有这个 哦哦的apline 看起来有点邪恶 看起来有点邪恶 我们现在来到wattout 他们讲这里有很多很好吃的甜点 所以我们一定要买很多cheese 这里有很多很精致的食物 上次他们就是买这个给我 我一下子就吃完了 就是这样子 天呐 这个看起来好好吃 我们买了这里超级出名的cheese cake 它要跌动五个小时才可以吃 所以我们先购买回去酒店再吃 那我们明天才来买其他的纪念品啦 Let's go 继续逛 外面又下雪了 好浪漫 但是我们没有带到雨伞出来 享受下雪因 现在就是一直在下着雪 好浪漫 他喜欢这种感觉 oh my god 这雨伞好可爱 可不可以给我的狗用 你看小小个的 他做的很惊喜耶 我们来到了miffy的店 有很多可爱的兔子miffy 现在的雪越下越大 我已经冷到没有感觉了 他就是迎面而来的 很多很多雪 淋到我们整身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这个 小村很出名的音乐盒 啊你看雪在我脸上 好可爱 这个就是很梦幻 我现在是在snowball里面吗 我进去一下嘛 哇哦 听说这里里面全 或者是音乐盒咧 一定很梦幻 看到有这个Dollarina了 哇我觉得音乐盒是一个很浪漫的东西 还有天使的 这里全部都是天使 转U就可以播音乐吗 哇呀那边坐着一个娃娃 为什么有NRB的感觉 他就这样坐着 好可怕 这个是这个音乐盒木屋的外形 你push gun 还没亮起来 然后播歌咧 然后还会有人唱 刚才呢我非常勇敢的只穿了一个裙子 和外套就出去 结果冷到半死 被雪淋到整身 所以现在呢我们就准备要坐车出去 就没有那么冷要走那么多路 然后现在呢我穿着 我准备好了这个兔子 这下应该是不怕下雪了 然后包起来还夹了一个围巾 然后还带了几个暖暖包来包暖 现在已经是零下了 所以会很冷哦 外面又下着雪 现在我们就在吃炸鸡的地方 有很多舒服 每天都是一直吃好料 所以我们就叫了这个是鸡杯 这个是鸡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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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呢就要来吃我们下午 在冷淘买的蛋糕 这个鸡蛋糕超级无敌好吃 所以现在我们等了 过五个小时可以来切蛋糕啦 它开始有冻冻冻 这个鸡蛋糕呢 它真的是入口即化 形容一下它的美味 很好吃 形容一下它的美味 超好吃 形容一下它的美味 很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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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又不会蛤蜊 它就是又不会很甜 你知道吗 来这里一定要吃 我还有 Uncle Hello Uncle 早安 今天是Daisley 一睡醒就看到超级漂亮的美顶 你看那个雪是这样子 可以就上来 你的那个油带也变成了一个 白色很可爱 Otaru真的很梦幻耶 可以来看一下今天的穿搭 前几天都来不及拍 所以呢 里面那一单呢 就是全白的这个 针织上衣和裤子 外面呢 我就配一个像女子的羽绒服 其实这样子是很冷的 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就配了这一摊 我里面只有一层 外面一层 会很冷耶 但是没关系 我有冷冷包 tada 我现在就是一个 芋头牛奶的感觉 这个羽绒服碰碰的 很Q耶 我配上这个 老板买的毛毛包 有一个melody tada 昨天下了一场大雪过后 那个住宅也都要被淹没了 你们还记得我昨天讲这边很肮脏吗 现在变成整个白色的 啊 那整个白色 老蜂的 很好看 好像在一个牛奶的道路上面 Oh my god 你看这些车 已经被盖上整个雪了 所以我们现在都过干净 我觉得我的车等下也是要这样子 整个世界好像牛奶 我好像在牛奶里面 这个世界好像牛奶 哈哈哈 然后这里已经开着 哦 还好它是弄是包的来的 很软 所以还开得到 现在我们来到很出名的 这个小镇运河 之前我来的时候是夏天的 所以不是这样子很多雪的 现在呢整个雪到晚就比较透一点 现在就是这样子 现在就是夏天的雪的小镇运河 要拍几张照了 我就要上车了 好了 我们现在来到这个船舰集 这里拍照 它就是一个小鞋 看下去很有美的 但是我目前看 还好 我看到这条街 比较美 所以我在这里拍了一些 这里是不是比较好看 它的屋顶圆圆的很可爱 我现在回去了 拜拜 我们现在开车来到海鲜市场 这里有超多海鲜 出名的那个Cream Crab 但是我一个都不能吃 我就是来逛逛看看一下而已啦 现在我们来到Latau的Cafe 这里 是甜点 然后这个是可以上去的 有很可爱 厚厚的Cream 2,3 准备了1,2,3 1,2,3 准备了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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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边就会直接出录 我们现在从Otaru呢 就驾持了40分钟 来到了白色恋人的工厂 它的外面好美哦 好像钱包一样 但是现在的雪下了非常大 所以我们应该只能进去看看买东西 哇 这个是它的工厂的外观 有很多Snowman 它的Gate关着哦 有的静能 哇 这个才是 原来这个才是 Timpel这样子耶 好美耶 很浪漫耶 这边 鱼 鱼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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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没有人看得到 太危险了吧 你看那个 他们的车牌也是已经 消失了 这里有一个很梦幻的阶梯耶 很像Beauty and the Beast的感觉 然后这边呢 有一个平卡Delete 它全部都是卖地 整堆的白色恋人耶 这个它做成了好像一本书这样子 很好看耶 还有它的饼干手时候 好可爱 好像真的饼干耶 我感觉我好像在过圣诞 这里好浪漫 外面还有这个透明的白色玻璃屋 然后有很多圣诞室 现在下着大雪 Oh my god 雪越下越大 我整个头发都白掉了 我感觉我不回了 我圣诞节没有去过雪地的遗憾 诶 开始 诶 还是很多诶 整个背头是 我们出来parking的时候 我要还parking钱还不到 因为我们的车 像这些车这样蒙面了 它根本没有scan到我们的车牌 我们根本找不到我们的车牌 几点进来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怎样出去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Sapporo的住宿 就是The North 这边呢就有7个行李 for 3个人的真的超过 现在我们就要check in这个酒店 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的行李 因为有很多动装 所以行李很大个 然后我们的住宿呢 这里是它的lobby 蛮精致的诶 有那种boutique的感觉 诶 这里有这个很漂亮的lobby 有地窗这样子的 可以看到外面的飘雪 现在check in我们的房间 这个也是小小间的 进来这里就有一张床 有一个桌子 有它的洗手间 应该也是小小的吧 嗨 耶 我们终于来到了city 这里整个就是城市的感觉 现在呢还在下着毛毛的泥雪 日本当然要吃一篮 哇 Cyrus很开心诶 他很爱吃一篮 就算台酒也是很开心 诶 我的面面来了 那个猪肉我就会给Cyrus吃 吃饱了 穿地鼓手人 我们现在来到这条商业街 叫做地小路 我们在等等东西逛街 看到很多很可爱的melody的东西 真的每个都想要 这个也是超可爱 这是melody的睡衣来的 就是那种穿在身上搭搭件的 准备海盗的手帕 你想怎样 我不用手帕 但是我很想要 忍住忍住 你们看有它的拖鞋 有它的放车子的 然后还有放马桶的 然后还有这个睡觉的melody 超级可爱 哎呦 我很想帮回家 你看这里还有 然后还有这个限定版的 超级可爱 还有这个带头的 还有这个洗头发 还有这个桃 就是很多很可爱的 但是呢 我现在都不会买哦 因为我家里太多太多东西了 所以我看到它们就很开心了 现在我把它们记录下来 我也觉得很开心 这是新的周边 之前都没有看到过的 就是这个可爱的小鸟 这个小鸟有出很多可爱的周边 哇 这我这个彩彩的 爱彩彩的一定会疯掉 可爱的串烧食物 早安 今天是最后一天了 我们现在呢 就来李小璐这里逛街 然后找东西吃 现在呢 我们就买了一个churros 这个churros是这样子的 要点那个这样子 还有一个特别的盘子 糟糕咯 我们进到一间店里面 然后还只能够单点 然后就有很大份的食物 Oh my god 这个分量很惊人 很可怕 重点是我和Cyrus 一人一份 现在来到大通公园 它的后面呢 就是Sapporo Tower 这里超级漂亮 有那种很梦幻的感觉 哇 很多人在这里 耶耶 这个雪地好像面粉 耶 我们终于在日本吃到Benchy了 是一个超级漂亮可爱的日本妹妹 帮我们做 你看她的眼睛 极美 哇 好浓郁的感觉 很steaky耶 这个ice cream 哇 我们的冰淇淋配色 超好看的 甜甜的少女心 哇 最喜欢外国 有这种地下的街道逛了 全部都很多东西逛 今天是我们最后一晚在Sapporo了 Syrus决定做点好事 就是呢 你们看这个冰面 是非常非常滑的 很容易跌倒 所以呢 就会有人撒上这个黑色的沙子 它就可以防止跌倒了 我们一度在这里走路一直要滑倒 Syrus呢 就在这里播种 很像农夫一样 放这个种子 来帮助很多人不会滑倒 Syrus 你太棒了 为你点个赞 世界靠你来拯救了 有点 国家需要你 你看 这是Syrus种下的福报 来防止 后面的人不会滑倒 是不是很好 很好 Syrus一起棒 Syrus 你的三局 会被日本人记住的 我两句 你不要领我的 是吧 你没有领我的 又欣称 对 不 好 你 还是